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的传输的一个这样的性能 然后这个Aero的这个项目呢 本身它支持了非常多的语言 就你主要常用的一些狼鬼觉得它都基本上可以支持 像什么C++呀Java呀Rust等等 它最主要的核心点就是提供了一种 基于内存的劣势的存储格式 就是说所有的语言大家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spack来进行实现 那么这样的一个劣势内存格式呢就可以提高CPU的这个计算效率 那么我讲一下为什么它能提高这个CPU的计算效率 首先来看一下左边这幅图 左边这幅图呢其实就是阿华奇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有几行的关系数据 那么这关系型的数据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行式的存储在内存中的一个组织格式呢 就是有左边那个样子 然后呢那么数据就是说在内存中按照行的形式组织 然后一行的数据在内存中它的字节是连续的 如果按照Aero的这种劣势内存格式组织呢 那么它会把一列的数据紧密的排列在一起 那么一列的数据在内存中是紧密存储在一起的 我们抽象一下 比如说在Aero中的一个Int的一个数组 它就像右边这幅图这个样子 就是说内存中呢它其实分为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NodeVector 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ValueVector NodeVector的作用是什么呢 大家用使用数据库的就会知道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Node值 那么这个NodeVector来表示 就是来表示在内存中这个position或者这个位置上的数据 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或者说它是now还是不是now 那Value呢它表示的就是说这个数据真实的值 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存结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主要就是说以下几点 就是说它可以减少CPU的cache miss 然后呢以及对向量化执行 以及SMD这种优化是非常友好的 并且还有这个CPU pipeline 来解释一下这些优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幅图是当前的一个计算机的这个CPU 以及组存的一些架构的一个抽象的一个图吧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首先先要先进入到组存 然后进入到组存中一层一层的漏漏到CPU的cache当中 然后这个时候CPU才能进行计算 然后每一层的cache它都是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个低减的 也就是说CPU的cache它是有限的 那么当我们再计算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A1这一列加上一个10 那么在按照航存这样的数据格式漏到CPU cache当中的时候 它会因为在内存当中如果按照航存的话 像这种A1 A2 A3 A4 A5 它们这些一行的数据都会紧密的排列在内存当中 那么在load的时候它是按照一个块一个块load的 那么这些A2 A3 A4 A5的这些列的数据 也会被load到这个CPU cache当中 那么CPU cache当它满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再和组存进行交互 就相当于CPU需要等待数据load到cache当中 才能够再进行计算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CPU cache miss的这个情况会变多 那么就是相当于存在的那种 存在的一种就是说CPU在等待数据的一种情况 而如果使用这种error的这种列式内存格式 当我想需要A1这一列的数据的时候 我load到CPU cache当中的数据完全都是A1的 和A2 A3都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减少CPU cache的cache miss的这种情况 并且这种格式是基本上是可以对这种 向量化优化或者FMD指令级的优化有非常大的好处 再介绍一下这个CPU pipeline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使用数据库的时候 介绍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场 就是A1列加A2列 那么我们更关心的在计算 在数据库实现者来看 他其实可能还会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now值怎么来处理 比如说简单利用尾代码来实现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会写一个循环 像左边一样写一个循环 然后循环里面首先先判断A1是不是now A2是不是now 如果他们其中有一个是now的话 那么最终结果就是now 那么如果都不为now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去计算A1加A2它真实的值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待 那么CPU它就会出现一个指令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它有可能是执行的是上面的一个branch 然后有可能会直线成下面的一个branch 那么就会break这个CPU的流水线 那么在使用error这种格式呢 在error中的实现这种简单的计算 它都会分成两个循环来做 两个loop来做 第一个loop就是来计算这种now值 然后第二个loop就是来计算这种真实的值 那么这种情况下 CPU的指令就不会被打断 就可以每一条指令直接执行多条数据 来加速这个数据的计算 然后提高CPU的使用效率 接下来说一下什么是apache error datafusion 然后datafusion呢 它是一个快速的可扩展的一个query engine 它是基于RUS的语言实现的 并且在内存中使用的error这种数据格式 来作为内存中的数据格式 然后呢 它易于扩展 并且可以方便用户 把这个datafusion呢 嵌入到自己的实现的系统当中 并且它具有向量化的执行能力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datafusion社区发展非常快 按照社区的约定 我们基本上两到三周会出一个release的版本 那么相当于你做的任何的future以及enhousements 在两到三周内都可以在社区release的版本中看到它的结果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datafusion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首先我们都做过数据库或者数据库的从业者 大家可能知道 你从头到尾写一个数据库 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数据库当中包含了非常多的模块 像catalog circle parser 然后存储系统啊 storage query optimizer query engine 等等的内容都是非常复杂的 像我们常用的是mycircle spark pg oracle 等等都是背后可能有一个两个这样大公司来支持 几千人来支持才能够实现一个这样的数据库 那么是非常耗费人力和财力的 在耗费人力财力的 在18年的usiness一篇论文中曾经提到说 就是说未来的一种趋势 就是说叫做deconstructed database 就是什么解构数据库 就是说在这么多年的大数据发展过程中 社区涌现出了一批的优秀的这种开源的模块化的项目 像chaoset hdfs pkai等等 这些项目都可以作为我们以后实现数据库的一个基石 然后来加速数据库的实现 Andy Andy教授呢 他是CMU的一个网红数据库的professor 大家可能做数据库都会了解到这位老师 他在2022年的那年的年终review中也提到了 就是说以后像 像Vlogs DataFusion 这样的项目可能会更多的被使用在一些新的OLAP的系统当中 这些OLAP的系统可能会直接集成DataFusion或者Vlogs 然后从而使用到他们的这个向量化的执行能力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一个DataBase或者做一个OLAP系统的时候 直接从就是说从头到尾自己手录一个就可以基于这些系统来进行实现 那么DataFusion呢就是说在整个追悟系统领域当中呢 其实他就作为一个query engine 我们在实现数据库的时候就可以基于一个优秀的开源的框架 然后来实现你的数据库 来减少你的一些在实现数据库中的一些难度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DataFusion的设计 以及它的实现包含哪些部分 这是一个DataFusion的一个架构的overview 做过数据库的同学可能大概有点了解 就是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logical plan 然后physical plan 以及到physical plan的执行 然后logical plan和physical plan都有相对应的优化器optimized的部分 它的输入的主要就包含三个层面 一个是circle level的 还有一个dataframe level的 还有一个code level的 这里头展示了一些例子 就是说三个例子分别关于它的三个输入 以及三个输入如何转化成一个logical plan circle那边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 以及用过spark或者什么的 都会对dataframe的API会了解 那么这里重点说一下code level的 就是说在DataFusion中 它的整个logical plan的定义 抽象成了一个pro的buffer的一个定义 那么当你作为一个数据库开发者 或者想集成DataFusion在你的系统当中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这个pro的buffer来实现你转换成自己对应的那个语言 然后用你这个语言直接构造一个逻辑计划 把这个逻辑计划 蓄流化给DataFusion 然后呢DataFusion就可以直接把它的这个logical plan 然后走继续下面的流程 然后得到DataFusion的一个向量化的执行能力 当你拿到一个logical 当你最终拿到一个DataFusion Logical plan的时候 DataFusion内部会走它的逻辑优化器 那么逻辑优化器的框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从一个最初的input的一个logical plan 到最终的一个优化结果的logical plan 中间会经过非常多的逻辑优化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步优化规则都会得到一个新的 都有可能得到一个新的plan 那么DataFusion原生的支持了非常多 就是说内部default已经实现了非常多的这个逻辑优化规则 这逻辑优化规则直接可以从官网上或者说source code上可以看到 名字都是非常明确的 这里举一下例子就是说有一些什么pushdown的一些规则 eliminate的规则 还有一些表达式的简化 还有一些subquery to join的一些优化规则 这些都是DataFusion本身已经提供的能力 那么这个DataFusion具体就是说 它这个优化规则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里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agggroupby 然后再加limit再加filter 上面呢是就是说最初的一个logic plan 那么经过一些优化规则 比如说经过pushdown limit pushdown projection pushdown filter 那么我们就会把一些可以下推到底层的一些内容下推到这个逻辑计划层 比如说pushdown filter 我们就会把filter条件下推到了这个table scan层 然后pushdown projection就会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列 比如说c1列 c2列 c10列这是我们用到的列 也会推到这个逻辑计划的table scan层 那么这个逻辑计划在最后被转化成物理计划的时候 这些被pushdown的一些条件都有可能会被物理层优化所使用到 那么讲完DataFusion逻辑计划以及逻辑部分优化 我们再讲一下DataFusion它是如何执行的 以及它执行当中有哪些亮点 它主要亮点就包含三个部分 首先是一个异步 因为DataFusion是用这个Rust实现的 它每一个task的执行都是直接基于Rust的tokio的异步来去做的 可以减少这种blocking的IO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它的数据并行性 还有向量化执行 详细说一下并行和这个向量化执行 我们拿到一个逻辑计划 想转化成一个物理计划非常简单 因为DataFusion直接有这个对应的这个逻辑计划到物理计划的翻译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什么样的logical表达式 就直接转化成一个物理的表达式 以及物理的operator就可以了 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并行的能力 首先这个并行的能力就是说 DataFusion提供了这种partition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当你的物理计划生成以后 可以经过物理计划的优化 在计划层面对这个并行进行一个处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优化上面的那个计划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aggregation group 然后呢经过物理优化 我们会对数据或者一些内容做这个repartition 也就是说原来可能只能一个partition 只作为一个partition做 现在可能我们把它分成了16个或者多个partition来做 那么有多partition的时候 在这种add的情况下 就会有这个partial aggregation 以及final aggregation 这个是它本身的物理计划就可以做到的这种并行 那么第二个并行能力呢 就是说执行层面的并行 当你得到 当你在计划层面生成了是多个partition来去做这个task的时候 那么在执行的时候 每一个task都会被包装成一个Rust的tokyo的task 然后扔给这个Rust的tokyo runtime来进行一个调度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每个partition就会并行的计算 相互不干扰 Dedifusion的一个向量化的执行能力 也从两个方面可以说 第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它的算子层面 也就是每一个算子 它都具有这个向量化的能力 那么比如说左边这幅图呢 是典型的这个火山模型 然后数据每次掉next next next 从底层的算子一层一层的拉上了一行数据 这一行数据就是一个tuple 在内存中按行存储的 那么这种模型的优点就是非常简单 实现起来非常简单 但它的缺点非常明显 就是说我每次多次的这个函数的function call 才能拿上了一行数据 导致系统的这种函数调用非常heavy 而datefusion当前的实现呢 它其实是基于这种每一次调用都是一个batch的数据 在内部结构叫做recordbatch 然后这种recordbatch呢 在内存中其实是多行的数据 那么每一行的数据 我们又按照劣势的来存 劣势来存就直接使用了这种error的array来去处理 这样的 然后它每次的next的数据都会从下层的算子 拉上来一个batch的数据 这一个batch的数据交给这一个算子去处理 每次都会凸上去一个batch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减少了系统调用 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讲 就是说它的项链化是从这个表达式的evaluation 就是表达式的计算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a加10大于20这个表达式 那么生成一个表达式的数 就是一个2x的一个数 然后有一个great表达式 然后还有一个add的表达式 那么这个表达式怎么计算呢 首先在内存中呢 A这一列的数据可能会有两个batch 两个batch 然后这两个batch呢 分别是两列 分别是一列数据 刚才我讲过就是error当中呢 它的数据 每一个array它都是分成了两个vector 一个vector是nowvector 一个vector呢 是那个值vector 那么它在计算的时候 首先会去看这个nowvector 就相当于这样 我们先 在做加时处理的时候 先和nowvector进行处理 然后确定了输出的结果的now的这种情况 然后再进行真实值的处理 得到一个batch的这张数据 然后同样的方法得到第二个batch这样的数据 然后再做大小比较的时候 同样也是同样的原理 我们首先会先进行这个nowvector的一个比较处理 然后得到nowvector的比较处理以后 最终再得到这个true或false的一个结果 这里边没有值的就代表了它是一个now 它会存一个default的值在内存当中 然后最终会得到一个这样a加10和20的一个b 这个就完全利用向量化的方法来去实现 那么DataFusion呢 我们刚才讲到DataFusion非常易于扩展 易于用户定制化 DataFusion提供了哪些 让用户可以扩展以及定制化的 接口呢 比如说DataSource 就是说你的数据可以存成PACA 也会存成CSV 这DataFusion本身就已经支持的 如果你的数据员有比如说ORC啊 什么ICFile这种自定义的文件格式 你可以直接扩展DataFusion的这种 这种文件格式就可以了 以及你可以添加你自己的UDF或者function 到DataFusion内部当中 比如说EV内部呢 它有一个麒麟项目 然后麒麟项目呢 在内部其实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定制化的这种UDF 我们完全把这种定制化的UDF 直接扩展到这个DataFusion当中 注册到DataFusion当中 这种注册以及扩展是不需要侵入到DataFusion内部的 因为DataFusion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API帮 在运行时让我们注册进去 以及你的数据员 比如说你的数据员可以在HDF上 可以在S3上 以及Local Fire System上 以及在你们公司可能有其他的这种Object Store 都可以再进行一些扩展 还有就是说当你作为一个数据库开发者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DataFusion的这些优化器规则 你不想用 或者你想调整它的优化器的逻辑的一些 Ruler的顺序 以及或者改写这些Ruler 你完全可以自己定制一些Ruler 然后把这些Ruler给替换掉 这些都可以在运行时直接替换掉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DataFusion有哪些使用案例 DataFusion最主要的使用案例有一个就是说InfluxDB InfluxDB 这个其实是Influx公司他们推出了一个 Cloud Native的云上的一个实际数据库的一个服务 它是基于Ruler的语言实现 并且使用了Aerror和DataFusion 它的方法 它的使用的一个姿势是什么呢 它把他们InfluxDB当中定义的这个 实际数据的Circle 然后在他们的系统当中转换成DataFusion的LogicPlan 然后扔给了DataFusion 让DataFusion做优化 最终让DataFusion来去做这个相量化的执行 并且在内部定制化了非常多的这种 关专门关于时序数据的一些 AGG操作以及一些方形的一些操作 还有两个就是说时序数据库的使用案例 就是国内的两家公司和两个项目 一个GripTimeDB 还有一个CircleDB 这两个DB也是做这个时序数据库的 他们的使用方法也是直接把自己内部的这个时序数据的逻辑计划转换成了DataFusion的LogicPlan 并且在内部呢还扩展了一些DataFusion的逻辑优化器 比如说有些系统他们可能在自己拿到他们的逻辑计划的时候都已经经过优化了 不需要再走DataFusion的优化 他就直接把DataFusion的优化器给关掉 然后直接生成物理计划就可以 然后再让DataFusion的向内化执行能力帮他们做这个执行速执行加速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些 因为时序数据他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数据类型的convert的这种规则 那么就可能他们重新改写了一些数据类型的转换的一些规则 还有一些数据repotension的并行的逻辑 这些都是可以用户定制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Spark runtime的一个替换 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BLASS 它是快手公司开源的一个项目 它的思路呢就是将Spark的Executor的Runtime 替换成DataFusion来进行执行 它的使用方式呢就是把Spark的Physical Plan 直接替换成了DataFusion的物理计划 然后交给那个Spark的Executor去执行 每个Executor你可以认为就是内嵌了一个DataFusion 然后利用到了DataFusion的这种相关化的执行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在Ebay公司内部使用的705 然后705当前呢是它可以支持这个Option的Query Engine 就是说我们你可以架任何的这种你想使用的查询引擎就可以了 然后在Ebay内部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它基于的一个 Blysta这个项目Blysta呢其实就是一个在DataFusion层上加了一个分布式的一个调度框架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在Ebay内部呢就使用麒麟5加Blysta的方式 然后来实现这种项链化的执行能力 它的使用姿势呢就是说将麒麟的这种Logical Plan 转换成DataFusion的Plan 然后交给了这个Blysta Blysta这边再把Plan再进行切分切分成多个Task 然后交给每个Executor执行 每一个Executor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嵌入式的DataFusion 然后我们在DataFusion上再实现一些麒麟专门针对的一些UDF 这个就可以完全利用到这个DataFusion的项链化执行能力 这就是我的介绍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DataFusion的它这个项目大家介绍可以知道 就是说它本身对用户来说呢 其实主要是用户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箱 或者一个Lab来使用 就是当你在做一个数据库的时候 你可以基于这个数据 基于这个Query Engine 你就不需要实现你自己的计算引擎了 你只需要关注你用户测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你做时序 你做时序 你做Graph 你做Graph 你做流Data StreamDataBase 你做StreamDataBase 那么当前就是说DataFusion它的一个RootMap 最主要的就是说它的首先 第一个领域就是说它要提高它的这个执行计算能力 这个我们在三四月份的时候社区做了一个 关于高级维的AggregationGrooby的这种性能提升 因为我们会去和Vlogs DarkDB这种去对比嘛 其实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关于这种高级维的AggregationGrooby的这种能力 其实是比较差的 和DarkDBVlogs可能有指数级的差异 但是经过一两个月的这种优化呢 其实它差异只剩百分之三十了 这是这是这是就是说后期的RootMap一个重要点 就是说我们要提升这种多级维的高级维的这种 还看着AggregationGrooby的一个能力 第二个呢就是说 呃在社区这方面呢 其实它要提高它的影响力 因为因为这个因为这个DataFusion这个项目 它本身是在Apache Arrow这个项目下面的社区内部 现在正在讨论我们要不要DataFusion本身作为一个Apache的TopLevel的Project 就是说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项目 这可能是第二个讨论点 第三个我们这边正在做的呢就是说 呃要DataFusion社区打算投一篇Sigma的或者VLDB的论文 然后这个样的话再加强这个项目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呃 我觉得做数据库领域的这个学生或者教授 他们很多其实都喜欢在这种Lab级别的Level的Project下做研究 因为项目很小 你做一些改动或者做一些实现都可以非常好的直接观测到 所以这是社区目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就说它现在的整个社区它的Rootmap呢 就说大家其实是所有人所有社区很多公司都在上面做这个事情 你做任何功能是非常开放的都可以集成到里面 只要是跟这个整个就是说它的项目的终止不违背就可以 比如说社区以前有很多InflaDB的呃工工程师在里面 他们可能想提一个issue想加一个这种是关于时序的一些方式 但这些方式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反对 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东西这个通用的不是专门时序的 那么他想加的这些时序的专门针对时序领域的一些东西是加不进来的 因为加进来的话可能其他的用户在维护起来使用起来都会比较难 对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有很多项目 刚才介绍了那个spark的runtime的一个改动 他就是完全只用到了这个datafusion的这个物理计算能力 就是说他直接把它spark的physical plan的一部分 转换成了这个datafusion的这个物理计划来交给datafusion去执行 这个项目当时刚开始可能原来的目的呢 其实作为一个就是说小的一个类似于datafdb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很早之前的 但是他的项目整个已经成型了以后就是说他每个模块都已经明确了 并且每个模块你可以当做就每个模块它的接口都是public的 你想只用物理就用物理 你想只用 你想只用逻辑就只用逻辑 以及里面的优化规则你也可以增加删除或者去掉 所以就是说每个模块它都是一个可插拔式的以及可修改的 那么就是说你不管使用哪一种能力它都可以 可以那像vlogs呢 它就只只只支持了这种物理能力 那么你作为一个用户来说呢 你你不会sircle不会dataframe api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用vlogs 你必须要知道整个它的物理的plan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把你用你比如说你用java 那么你就要用java的这个他们的那边定义 我不知道他们那边定义是不是用prol buffer 就是说java那边的语言生成一个这个vlogs的物理计划 然后物理计划里面的这个逻辑算里面的这个physical的表达式也都需要生成 只有你完全对这个里头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掌握的非常详细了 你才能直接调用到vlogs的这个物理执行物理执行能力 Datafusion呢我们刚才介绍Datafusion它主要就是一个query engine 它对你的就是说数据存储在哪些介质上 比如说到底是s3啊还是hdfs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存储介质 就是它不care然后呢它底层支持的这个数据文件呢 目前原生的有parkai然后jason呃这个csv等等这个项目下都非常明确都可以看到 所以说你的数据比如说你的数据你想比如说你们公司内部自己做了一个format是吧 这种format你这种format可以直接扩展成扩展到Datafusion上面 然后只需要只需要增加一个这种你们就是说这种用户定制的这种format的table scan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支持掉就是说你的这个数据的scan就最基本的一个能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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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